世界冰球錦標賽香港對伊朗的賽事 中國國歌被駁成與港獨有關年的歌曲 口罩令即的喜切燒 不過早晨忙時間 不少人上班上學仍然戴著口罩 又附及系統專科醫生建議 在人多聚集的地方維持戴口罩一段時間 各位午安、阿黃善河 在波士尼亞舉行的世界冰球錦標賽 香港對伊朗的賽事 中國國歌被播成與港獨有關年的歌曲 在昨日的分組賽中 香港以11比1擊敗伊朗 在比賽完結播放國歌時 現場響起與港獨有關年的歌曲 港女球員在幾秒後做出T字暫停手勢 大會之後廣播自協並且更正播回中國國歌 港協企奧委會正與香港兵球協會了解事件 據了解那隊今次合共有20個球員和一個領隊 上個月底出賽 預計在3月8日回香港 口罩令即是起撤銷 市民在身內、身外和公共交通工具上都可以不用戴口罩 不過早上繁忙時間 不少人上班上學仍然戴著口罩 有龍堂一間小學外面 大部分上學校的學生都戴著口罩 家長亦都繼續戴 同區一間中學有學生沒有戴口罩 教育局更新學校健康止潤 上學不用再戴口罩 大洲維持小學、幼稚園和得樹學校每日發生安排 直到今個月15日 在油麻地一間小學也有學生選擇不戴口罩 我見到一個小朋友不戴我都不想戴 可以透到多些氣 不用戴口罩透到少些氣 如果我戴的話 爸爸說我一輩子都要戴 然後他就說不戴口罩是正常 戴口罩才是不正常 不用那麼大聲 不用每次都好像罵人一樣 現在是巧雪州 天氣其實都不是很穩定 所以為了保障自己 都希望可以暫時戴口罩先 其實小朋友都是這樣想的 口罩令是在凌晨開始撤銷 不少人都不急不及戴脫下口罩 亦都有人說會繼續戴避免受到感染 經歷近三年 市民終於可以脫下口罩相見 始終剛剛不是很習慣 但開心很多 看見大家笑容 我都拍了照 脫了脫了 終於不用戴口罩 但我買了很多口罩 積了多少 應該還有五、六盒 撤銷了 真不知道 今早呢 我去到12點 都不戴了 本人都不戴口罩 同步呼吸市面這一口自由空氣 還有來自馬來西亞的旅客 我們馬來西亞已經脫口罩開了 接著來到這裡我們有點不習慣 所以我們聽到今天有得脫口罩 挺開心 我們今天才到香港 亦都見證了這一刻 其實一直都看到很多人在 準備慶祝這個No Mas Day 我們都帶了很多口罩 預定好像一人十個這樣 可能一天裡面會換兩個 市民由今天開始 在大部分的室內外地方 都可以自己決定是否戴口罩 有市民就說會戴多一段時間 我戴習慣了 我都打算戴 戴它 戴遲一點點 才自己都不想戴 可能一、兩個月後 我打算 有人的地方我都想戴的 至於公共交通工具 包括巴士和港鐵等等 即日開始同樣不用強制戴口罩 無線電視記者 吳家軒不道 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說 市民要給適應期自己 是人多聚集的地方 應該維持戴口罩一段時間 看歐美甚至乎最近在內地 包括上海的經驗 其實當你放寬防控措施 尤其是口罩本身 就開始說大家少戴了 就很容易流感是有機會來的 如果在人多聚集的場合 其實少於一半人戴口罩 其實那個保護作用是大打折扣的 過去那三年流感其實在香港 是接近超聲匿跡的 有些 尤其我們六歲樓下的小孩 他一是就完全未接觸過流感 就算接觸過可能也比較機會是少 在這樣的情形 其實他們對流感的免疫 是比較低的 日本和南韓今天開始 放寬針對中國入境旅客的防疫限制 南韓今天開始 除此取消中國入境旅客 抵韓核酸檢測要求 以及解除中國抵韓航班 必須同一降落在仁川國際機場的限制 但入境前需要進行核酸檢測的要求 將會維持到今個月十日 而日本就將中國入境旅客 都捕後全體核酸檢測改為抽驗 但旅客入境時仍然需要提加 72小時內新軍檢測陰性證明 當局說力增訪的旅客恢復 已達成外國旅客在日本消費5萬億日元目標 只是在中亞國家訪問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警告中國企業或個人 如果在俄烏戰時中支援俄羅斯 將外面臨美國制裁 中方早前批評美方 不斷向衝突方輸送武器的同時 頻繁散布中國向俄羅斯提供武器的虛假訊息 是巴凌行徑和雙重標準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展開上任以來首次中亞之行 在哈薩克首都阿斯塔納 會誤中亞五國外長 在會後記者會上再次警告中國 若是俄羅斯提供武器 美方將毫不猶豫制裁 布林肯有強調 向俄羅斯提供致命武器問題嚴重 不單會影響中美關係 亦都會影響中國和全球多國的關係 中國不能一方面提出和平解決烏克蘭問題的倡議 另一方面又不斷為俄羅斯延點的火焰添彩 中亞五國是前蘇聯加盟共和國 與俄羅斯以及烏克蘭關係密切 布林肯是拜登政府到訪當地最高級官員 此行被視為抗衡俄羅斯和中國在區內的影響力 在北京外交部多次重申 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堅持客觀公正立場 積極致力勸和速談推動政治解決 美方不斷向衝突方輸送武器的同時 頻繁散布中國向俄羅斯提供武器的虛假訊息 是霸凌行徑和雙重標準 武清電視記者陳宇喬報道 休息回來有其他消息 新聞時間先看看財經消息 向指中午修時報二萬多451點 升666點 總成交是775億多 他再匯約港股表現 譚信控股升19.6 阿里巴巴升4.4 營副基金升5.9 微團升5.3 中移動升1.5 南方恆生科技升1號9,800 恆生中國企業升2.48 比亞迪股份升11.6 約名生物升3元 中國平安升3.35 再看其他主要藍售股表現 匯豐控股升7.5 油門保險升2.1 中移動升1.5 港交所升14.4 香港中環煤氣升2.4 香港中環煤氣升2.4 衡生科技指數升197點 互港通額度使用方面 內地投資港股的港股通額度原額大約401億元人民幣 投資內地A股的互股通每日額度原額大約485億元人民幣 至於深港股的額度使用方面 內地投資港股的港股通額度原額大約399億元人民幣 投資內地A股的深股通每日額度原額大約491億元人民幣 看看內地股市的表現 相證綜合指數升29點 深淨成分指數升120點 北京繼續補貼市民、換電動車等的新能源車 每架金額最多1萬元人民幣 國家財政部也表明支持內需消費 包括繼續減免買新能源車的稅務 鼓勵有條件的地方通過現有的資金渠道 對於家電已舊分新、綠色智能家電 蝦蝦等等予以支持 對於擱置期在2023年的新能源汽車 繼續免贈車輛擱置稅 降低部分優值消費品進入關稅 美國正是檢討有關中國設備供應商華為的出口許可 據報可能撤銷已經發出的許可 影響多間晶片商出口 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討論對中國的出口管制 委員會主席、共和黨議員麥考 去年第一季批准了向列入出口管制名單的中國企業 出口超過230億美元的貨品和技術 負責相關政策的美國副商務部長埃斯特韋斯透露 去年全年批准了大約七成 向受管制中國企業出口的申請 不過檢討著上任總統特朗普時期 批准的出口許可 特別是針對中國電信設備商華為 計劃加強管制 華爾街日報引述消息說 美國不止停止審批新的華為相關出口許可 而且考慮撤銷已經發出的現有許可 有市場人士曾擔心即使較舊款的晶片 仍然可以用在軍事 報導認為如果成真對英特爾等晶片商有重大影響 因為他們過去幾年獲得許可後 仍然有向華為出口晶片等 由2020年11月到2021年4月 相關許可總值超過610億美元 但據報早在特朗普時期 美方就曾考慮撤銷許可 不過遭到財政部反對 擔心中國會反制 而且損害晶片商收入 影響研發投資 美國星期二開始接受企業申請 390億美元聯邦政府撥款 資助在當地設晶片廠 商務部長雷蒙多雖然沒有點名中國 但強調接受補貼的企業 未來10年都不能在個別國家擴充產能 韓聯社引述官員表明 南韓已經嘗試遊說美國 容許維持在中國的半導體投資 避免行業受損 中方多次反對美方濫用出口管制 無理打壓中國企業 是保護主義和科技霸凌 強調認為設限破壞供應鏈穩定 損人不利己 無線電視記者王文謙報導 轉帶其他消息 伊朗軍方舉行防空演習 公開新研發的長程巡航導彈 據報國際原子能機構 是伊朗核設施發現高純度的有粒子 伊朗國營電視台星期二發放片段 顯示軍方舉行防空演習 發射多枚導彈 又見到多架搭載防空系統的軍車 駛出山區內的軍事基地 伊朗早前曾經曝光可以容納導彈和無人機的地下空軍基地 軍方指這次軍演無以核設施遇襲 發射導彈擊中敵方戰機 軍方有公開新研發一款長程巡航導彈 射程達1650公里 由軍方將領直言 這款導彈的首要目標是以色列的鐵窮防空系統 伊朗近期擴大導彈計劃 特別是彈道導彈 引起美國強烈反對和歐洲國家的憂慮 俄羅斯早前已經在俄烏戰事中使用伊朗製無人機 如今導彈面世更加加劇各方擔憂 至於伊朗被指將濃縮有純度提升至接近武器級別 美聯社披露國際原子能機構一份機密報告 說在伊朗地下核設施中發現純度是83.7%的油粒子 但並不等同於最終產品濃縮有純度也達到那個水平 外電早前報導在伊朗核設施發現純度達到84%的濃縮有 僅僅是低於武器級別6個百分點 伊朗否認強調從未將濃縮有純度提升至超過六成 不過據美國國防部研判 伊朗可能已經生產足夠核裂變物質 可以在大約12日內製造一顆核彈 無線電視記者陳宇喬報導 丹麥國會在爭議聲入面通過取消當地一日公眾假期 而增加收入應付國防開設 被廢除的節日是基督教節日大祈禱日 原本定在復活節之後的第四個星期五 在丹麥已經有三百多年歷史 郭偉爾95票贊成、68票反對、16票欺權 通過這項爭議決定 期望遮止增加稅收 爭取在2030年之前 符合北約成員國防支出 佔剛內生產總值百分之二的規定 預料廢除一日假期 每年可以帶來大約30億丹麥克朗 只合大約33億港元的收入 反對派批評有關決定是愚蠢、瘋狂和完全錯誤 但未能取得公投所需的門檻推翻有關決定 各位我是容家堯 在波斯尼亞舉行的世界冰球錦標賽 香港對伊朗的賽事 中國國歌被播成被指和港獨有關聯的歌 港府表示強烈不滿 已經要求港協企愛委會深入調查和交報告 We will listen to national anthem of Hong Kong China 在昨日的分組賽當中 香港以11比1擊敗伊朗 在比賽完結播國歌的時候 現場響起和反修例示威有關的歌 港隊球員在幾秒後做出T字暫停手勢 大會之後廣播致協並且更正播回中國國歌 港協企愛委會正與香港兵球協會了解事件 據了解他們今次一共有20個隊員和一個領隊 上個月底出賽 預計在3月8日回港 口罩令即日開始撤銷 市民在室內、室外和公共交通工具上都可以不用戴口罩 不過早上繁忙時間 不少人上班上學仍然戴口罩 九龍堂一間小學外面 大部分上學的學生都戴上口罩 家長也繼續戴 和他一間中學有學生沒有戴口罩 教育局更新學校健康指引 上學不用再戴口罩 但維持小學 幼稚園和特殊學校每日快測安排到今個月15日 在油麻地一間小學也有學生選不戴口罩 我見到一個小朋友一不戴我都不想戴 可以透到多些氣 不用戴口罩透到少些氣 如果我戴媽媽爸爸說我一輩子都要戴 然後他說不戴口罩是正常 戴口罩才是不正常 不用那麼大聲 不用每次都好像罵人一樣 現在是巧洩州 天氣其實都不是很穩定 所以為了保障自己都會希望可以暫時戴口罩 其實小朋友都是這樣想的 口罩令是在凌晨開始鐵銷 不少人的不及待脫下口罩 亦有人說會繼續戴避免受到感染 經歷近三年 市民終於可以脫下口罩相見 始終剛剛不是很習慣 但是開心很多 但是看到大家笑容 我都拍了相片 脫了脫了 終於不用戴口罩 但我買了很多口罩 應該還有五、六盒 切燒了 我真的不知道 是呀 今早呢 我去到12點了 都不戴了 都不戴了 本人都不戴了 同步呼吸市面這一口自由空氣 還有來自馬來西亞的旅客 我們馬來西亞已經脫口罩開了 接著來到這裡我們有點不習慣 所以我們聽到今天脫口罩多開心 我們今天才到香港 也都見證了這一刻 其實一直都看到很多 他們在這裡準備慶祝這個No Mas Day 我們都戴了很多口罩 其實 預定即是說 好像一人十個 可能一天會換兩個 市民由今天開始 在大部分的室內外地方 都可以自己決定是否戴口罩 有市民就說會戴多一段時間 至於公共交通工具 包括巴士和港鐵等等 即日開始同樣不用強制戴口罩 無線電視記者 吳家軒報導 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就說 市民要給自己適應期 在人多聚集的地方 應該維持戴口罩一段時間 看回歐美 甚至乎最近在內地 包括上海的經驗 其實當你放寬防控措施 尤其是口罩本身 開始說大家少戴了 很容易流感是有機會來的 如果在人多聚集的場合 例如少於一半人戴口罩 其實那個保護作用是大打折扣的 過去那三年流感其實在香港 是接近超聲匿跡的 有些 尤其我們六歲以下的小孩子 他一切就完全沒有接觸過流感 就算接觸過可能也比較機會是少 在這樣的情形 其實他們對流感的免疫是比較低 竹高灣社區隔離設施舉行關閉儀式 中央援建的竹高灣社區隔離設施 今天停止運作 完成兩年多的任務 主例嘉賓保安局副局長卓孝葉致辭的時候 說自己上任第一份工作就是負責竹高灣 由最初的檢疫中心之後變成隔離設施 竹高灣使用人數達到27萬人次 疫情初期圍著在不惜設住處 又感染新冠病毒的市民提供容身之所 竹高灣運作成功 有賴政府多個部門跨部門合作 當時竹高灣有個花名叫租高灣 但今天網民也幫我們起了個小名叫租大 即是租高灣大學 這裡一片坊地變成這樣 然後由一個很租高的地方 沒有人願意來幾乎想逃跑 到現在我們想停了 仍然有人打電話說想進來 我真的看到香港是萬眾一心 無事不可成 接著轉看最新的金融行政 恆生指數中午收市是報二萬零 四百五十一點升六百六十六點 總成交超過七百七十萬億 看下最活躍港股的表現 騰訊控股升19.6元 阿里巴巴升4.4元 盈富基金升5.9元 美團升5.3元 中國移動升1.5元 南方恆生科技升1.9元 恆生中國企業升2.48元 比亞迪股份升1.6元 約名生物升3元 中國平安升3.5元 再看看其他主要藍籌股的表現 匯豐控股升7.5元 有幫保險升2.5元 中國移動升1.5元 港交所升14.4元 香港中華媒氣升2.5元 恆生科技指數升197點 報4122點 看內地股市的表現 上海A股升30點 上證綜合指數升29點 深圳A股升18點 深圳成分指數升120點 電視廣播和內地最大數字 零售平台淘寶合作拓展電子雙流直播 電視廣播宣布透過附屬公司 上海翡翠東方傳播和淘寶達成合作結向 上方將在年內共同發展超過48場電商直播 預計可以為集團帶來可觀的收益 第一場直播會在3月7日舉行 藉助淘寶強大流量和電視廣播藝人線上直播 帶動實時活動 為消費者提供電商新體驗 上海翡翠東方傳播總裁彭銘和相信 彭銘業相信合作將進一步 原線集團內地電商業務的報告 在內地龐大的電商直播行業分一背景 其他新聞 美國眾議院新成立的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 舉行第一場聽證會 委員會主席形容中美關係是一場生存鬥爭 中方曾經說希望美方客觀理性看待 與中方相向而行 推動合作共贏的中美關係 美國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成立以來 舉行首場聽證會 聚焦應對中國威脅 屬共和黨的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致辭時 呼籲美國在經濟和安全議題上 對中國提高警惕 我們可能稱為這個 一個政治競爭 但這並非正式的競爭 這是一個存在的鬥爭 加拉格爾形容 目前應對中國的形勢迫切 相信美國未來十年的政策 將會為未來一百年奠定基礎 美國對中國一廂情願的時代已經結束 委員會首席民主黨成員 克里希娜莫提認為 面對來自中國的競爭 美國便無選擇需要迎接挑戰 總議院的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 今年一月表決成立 由跨黨派議員組成 包括13個共和黨人和11個民主黨人 外界預料 由於眾議院未來兩年由共和黨控制 預料委員會針對中國的聽證會 將會更加頻繁召開 在北京 外交部曾經回應相關委員會成立 說中方希望美方有關人士 客觀理性看待中國和中美關係 從美國自身利益和中美共同利益出發 和中方相向移行 推動發展相互尊重和平共處 合作共贏的中美關係 無線指示記者封業明報導 維持了959日的口罩令即將撤銷 有食肆卓會建議員工繼續戴口罩 有廠商就說 預計短期內口罩還有需求 長遠也會保留生產線 以備不時之需 口罩廠打算怎樣轉譯呢? 歡迎收看《時事多面看》 撤銷口罩令可以說是取消防疫限制最後一步 代表社會全面復償 政府說踏進這一步之後 經濟和社會活動叫熱起來 拍攝不同姓氏和國際活動 有市民就說歡迎撤銷口罩令 但就說要重新適應 我們期待明天 明天3月1日會更好 大家可以展露笑容 說聲你好香港 口罩令維持了959日 港人3月1日開始 終於可以脫下口罩敷一口氣 政府星期二公佈 全面撤銷口罩令 室內室外和搭公共交通工具 都無需再戴口罩 本港的新冠疫情受控 是沒有大的反彈跡象 第二 香港已經建立了 廣泛和全面的防疫屏障 第三 重點人群是沒有出現爆發 包括醫院 老人院和學校等等 第四 病毒變異 是沒有大的變壞情況 第五 是傳統的冬季流感 以及呼吸度感染的高峰期 接近尾聲 整體風險可控 他說撤銷口罩令之後 香港可以全面拼經濟 香港的不同的城市 國際的活動等等都會回來 我們香港的經濟和社會活動 會更加提速地活起來 動起來 熱起來 今年以及內年 我們會全面拼經濟 拼發展 不少海外城市都會先放寬戶外口罩令 隔一段時間再撤銷室內 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口罩令 而今次特區政府 就沒有分階段撤銷口罩令 但政府醫療機構 包括公立醫院 門診等等 員工和訪客都要戴口罩 縣射等等其他高危處所 也都強烈建議由負責人 以行政指令要求訪客戴口罩 基於局部保留口罩令 那個防疫效果是不大 而且在執行上是相對複雜和困難 也都會被市民帶來不便 我們預期新冠的確診 以至流感的個案是會有輕微的上升 但是持續期是會相對短暫的 而我們預計對市民的健康 以至我們的醫療系統的影響 那個風險是可控的 Mary家裡有大約二百多個口罩 她說以往只有病的時候才戴口罩 但經過這三年習慣已經改變 即使星期三起撤銷口罩令 她未來在公共交通工具 室內人多的地方都會繼續戴口罩 不擔心剩下的口罩會用不完 戴了口罩人多 也不會那麼容易傳染病菌 我會覺得 坐車有時 假設坐地鐵人都很近距離 如果戴著口罩我覺得會放心些 我覺得人真的沒有那麼容易病 可能人真的以衛生意識多了 教育局說全港學校星期三起 學生可以脫口罩上課 Mary一對子女現在讀小學 她相信小朋友都需要一些時間去適應 因為一不戴口罩 那些小朋友都會立即提我們 哎呀沒有戴口罩 這樣 即是變成口罩是一個一定的必需品 對他們來說 因為他們都習慣了兩三年 這件事情 如果反而我覺得是初初不用戴 反而是重新適應過 她說一家人都打了三針 所以都不太擔心校內會有傳播 又認為等小朋友逐步適應之後 不戴口罩會幫到小朋友學習 戴著口罩其實看不到他們要說話 學習有時的發音 英文或者普通話的發音 其實老師都可能看不到 或者看不到老師的嘴型 其實這裏學習會影響到 社交方面 你看到表情 小朋友都會 我覺得會好很多 只看眼睛的表情 起碼看到她笑 開心不開心的樣子 可以看到整個表情 有餐廳負責人說 撤銷口罩令之後 對食肆所有的防疫限制 已經全部解除 現在的心情是極度開心 和等於取消安心出行的一天 那個心情是一樣 是極度開心 今天所有事的取消 心情就開心過結婚 好像更開心過娶老婆 所以這個都很難用言語去形容 他說旗下食肆不會再強制員工戴口罩 但會建議樓面員工自願戴口罩 希望同時都保障客人 保障自己的大前提 工作環境許可的情況下 就先戴口罩 如果覺得是比較熱的 就可以脫下口罩 這個是自然性質來的 我們做出品的同事 廚房比較高 可能戴口罩都會比較熱 可能在這方面解除口罩令之外 隨之他們都會不戴口罩 他說疫情至今三年 餐廳和員工本身的衛生意識 都提高了很多 相信很多疫情期間養成的習慣 都會保留下來 消毒液都還有保留的 我見現在的情況 比如我們有些前陣的同事 都會帶手套工作 沙士過後 我們全香港的餐廳食肆 就桌面多了一件事 那件事就叫公筷 在沙士前我們是沒有公筷 也不習慣 我相信今次COVID完了之後 都說是會有一些東西會轉變的 由口罩店職員知道口罩令會撤銷 立即交辭職訊 口罩這行都不會是一個長久的職業 都沒有想要長做的 這行始終都會有完幾一天的 食洋行業來的 嚴格來說 舊頭才有工的 現在大部分人都不會再戴口罩 本港2020年初爆發疫情 當時一罩難求 不少人通宵排隊搶救 洪政會議成員 經文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 牽頭成立了一間本地口罩廠 應付當時本港的口罩方 現在疫情過去 他承認近期產量下跌 但相信口罩仍然有一定市場 在過去兩三年 大家都看到 戴口罩未必是壞事 我覺得不會突然去到零 我也聽很多朋友說 我仍然會繼續在公眾地方 坐巴士、坐電車 是否仍然會戴口罩 這個也是幫自己 幫人 仍然有一個短暫的需求 之後怎樣 再想想 他說因為還有原材料 現在不會即時停產口罩 但會保留生產線 而備不時之需 同時研究轉型 最高峰的時間 就是六七十萬一日 到現在當然需求沒有那麼大 從三班到一班 我們便想 是否可以部分做一些醫療用品 或者環保產品 因為這也是大方向 始終香港如果有一個口罩基地 萬一有些情況需要口罩時 我們自己都可以供應給自己 他希望政府研究支援留低的廠商 例如日後優先採購本地貨 令到本地工業、本地製造 得以持續發展 政府採購口罩 結果買的那些口罩 都不是在香港做的 架低者可以 怎樣去調整一下工業政策 香港人特別是廠老 很精靈的 窮則變、變則通 我不希望經常都說 政府補助我 我可以賠錢給我 我希望是否在一些政策上 改一改它 或者特事特辦 政府建議市民如果有呼吸道病徵 或者有長期病患等 在空氣不流通的地方 都應該繼續戴口罩 時事多面體 今集時間夠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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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睡 解